被解读为渔夫王帐的金帐 一直以来都是三星堆文化的镇山之宝 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 这只金帐全长142厘米 直径约2.3厘米 黄金镜重约0.5千克 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最长的金帐 金帐的下端有两个人头像 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 上下左右对称排列 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 都有鱼 鸟 剑组成 这寓意着什么呢 一种观点认为金帐是蜀王的权杖 另一种观点认为 金帐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 即王权 神权 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 象征着古蜀王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金帐与神术同意 均为古蜀人的神术崇拜 但是当时四川并没有很多的金矿和铜矿 那么这些金器 铜器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此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说是进攻而来的 倒是更为的妥贴 在金帐上面 专家们发现了七个奇怪的符号 但究竟代表了什么 目前尚无人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符号的形状上看 有点类似于甲骨文 但是有关的专家 经过考证之后 却将甲骨文之说否定 他们认为三星堆发现的这几个符号 很可能是一种图腾 并没有文字的功能 它与甲骨文其实是不同的 还有部分专家认为 这七个符号极有可能是破解三星堆 诸多疑团的密码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密码至今还无人能破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自行前去破解 一旦成功 那你必定轻实留名 517间 我特地去三星堆现场考古了一番 看到了巨大的青铜神术之后 我觉得三星堆的秘密 没有个一二百年是解不开的 看来我们这辈人很可能无法知道真相了 那没关系 大家抓紧脱单就对了 哎 就是这个一对APP 能找对象还能交朋友 当红娘还能拿零花 快点击屏幕左下角 下载一对APP吧 结婚生子之后 一定要告诉小朋友 王师北定中原日 佳季无望告乃温啊 好了 回归正题 请看下一段 请看下车